星星 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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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過五六場馬拉松賽事 吳小姐得意的跟獎狀合照 但這一次她卻遇上活動取消 竟然只能退費一百元 這場星光扮成馬拉松賽 原本預計就是要從這裡出發 只可惜活動當天遇上颱風 只好取消 官網上貼出退費公告 參加十公里 報名費六百元 無法退費 參加二十一公里 報名費八百元 退費一百元 馬上有跑者留言 為什麼不能全額退費 無法參加賽事 還有可能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參賽者抱怨連連 業者提供商品明信 一件衣服成本就將近三百塊 再加上牌制的毛巾一百五十元 獎牌九十元 手還三十塊 路跑金片一百元 資料分析手續費三十五元 成本就將近七百元 我覺得他可以比照一下 別的活動取消之後的退費 的比例原則 比照一個很有名的運動品牌 一模一樣的材質 所以這件衣服的價值是非常貴的 我們這場賽事如果辦下來的話 其實虧更多的錢 消保官則表示 路跑活動目前沒有明文規定 退費的事項 雖然吳小姐對主辦單位的退費金額很不滿 但業者堅持原本的決定 讓吳小姐很生氣 只好把參賽衣服穿在身上 彌補馬拉松沒跑成又拿不到 退費的無奈 藉由黃湘錦連家親賴永成綜合報導